米饭二次加热会致癌 医生提醒这四种食物尽量别二次加热 勤俭节约这一行为习惯一直以来都是我国中华人民的传统美德 体现了我们对资源和食物的珍视和尊重 在日常的生活中我们不仅会注重节约使用日常用品 对于剩饭剩菜也会进行储存避免浪费 当家里的剩饭剩菜冷却后 绝大多数人会选择将其放入冰箱中 等到第二餐的时候再拿出来加热一下食用 这种方法不仅避免了食物浪费 也为我们减少了烹饪下一顿饭的时间和精力 然而近年来随着人们对健康饮食的日益重视 很多人开始关注食物对健康的影响 一些人认为经常食用剩饭剩菜可能会对消化系统产生不良影响 甚至可能增加某些疾病的风险 还有传言称米饭经过隔夜储存 并二次加热后可能会致癌 这使得很多人不敢再储存剩饭剩菜 那么米饭二次加热真的会致癌吗 今天我们就来深入探讨这个问题 希望能够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并维护自己的健康 米饭二次加热会致癌 其实这种说法的前提条件是米饭存放的时间足够久 内部已经产生了大量的有害物质 如细菌和霉菌等 这些有害物质在二次加热后会促进亚硝酸盐的形成 而亚硝酸盐是一种致癌物质具有强致癌性 长期过量摄入会增加患癌的风险 然而如果米饭的存储时间不长 是在低温环境下冷藏 仅隔了一夜左右 内部的细菌相对较少 不会有多少亚硝酸盐出现 此外很多时候毒性与剂量应该放在一起看 虽然米饭二次加热可能会产生亚硝酸盐 但只有当摄入的量达到一定程度时 才会对身体产生威胁 剩余饭菜在存放过程中 形成的亚硝酸盐水平相对较低 摄入人体后身体受到的不利影响 可以依靠自我代谢减轻 但是长期过量摄入亚硝酸盐 还是会对身体产生一定的危害性 所以应该控制好摄入量 尽量避免摄入过多的亚硝酸盐 同时对于剩余的米饭 我们可以采取一些措施 来减少其二次加热时的危害性 例如我们可以将米饭分成小份 用保鲜膜包裹盐饰 放入冰箱冷藏 以减少细菌的滋生 此外在二次加热时 可以先用温水浸泡一段时间 以降低米饭中亚硝酸盐的含量 微波炉加热食物会致癌吗 微波炉加热食物不会致癌 微波炉是一种利用微波加热食品的电器 它可以快速地加热食物 不会产生有害物质 在正常情况下 使用微波炉加热食物不会致癌 然而 如果加热的温度过高 或者加热的食物中含有致癌物质 比如烧焦的食物 或者已经没变的食物 那么就有可能产生致癌物质 但是这种情况并不是微波炉本身造成的 而是由于不当的加热方式 或者食物本身的问题导致的 因此 使用微波炉加热食物时 应该注意按照操作说明进行 避免长时间加热食物 尤其是含有致癌物质的食物 医生提醒这四种食物 尽量别二次加热 芹菜 芹菜是一种营养丰富 低热量的蔬菜 含有多种维生素 矿物质和膳食纤维 有助于促进身体健康 然而 由于其特殊的质地和营养成分 芹菜并不适合二次加热 芹菜中的营养成分 在高温下容易遭到破坏 二次加热会使这些营养成分流失 其次 芹菜经过第一次加热后 其质地已经变得柔软 再次加热会使芹菜变得糊烂 失去其原有的口感和营养价值 因此 为了保持芹菜的原有营养价值和口感 应该避免对其进行二次加热 在烹饪过程中 应该根据需要将芹菜煮熟或炒熟 然后将其放入冰箱或直接食用 糖心蛋 糖心蛋是一种颇受欢迎的鸡蛋吃法 以其独特的口感和营养价值深得人心 然而 正如许多人所不知道的 糖心蛋并不适合二次加热 半熟的鸡蛋 尤其是那些蛋黄仍处于流动状态的类型 往往带有沙门氏菌 沙门氏菌是一种常见的食源性细菌 它在鸡蛋中可能无法完全被杀死 如果你把糖心蛋放置一整晚 等到第二天再加热食用 那么其中的细菌和沙门氏菌 很可能会滋生到更多的数量 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健康问题 包括蛋不限于发热 腹泻 呕吐和肠胃不适 土豆 土豆中含有淀粉 如果反复加热 淀粉会发生变化 导致土豆变得黏糊糊的 口感变得很差 此外反复加热还会使土豆中的 营养成分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 尤其是维生素C的流失 但是这并不意味住 所有情况下土豆都不适合二次加热 例如对于一些已经经过处理 已经变成半成品或加工品的土豆 如薯条 土豆 它们在经过二次加热后 可能会变得更加美味 海鲜 海鲜是一种富含营养的食品 含有钙元素 优质蛋白 铁元素等有异物质 这些成分有助于预防贫穴疾病 骨质疏松疾病的优发 适量食用海鲜对于健康有着重要的益处 然而 海鲜不适合二次加热 根据食品营养学成分提取质量显示 海鲜最佳储存时间为4-5个小时 温度应在负一到期之间 如果超过这个时间或者温度不当 海鲜会变质 摄入后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 二次加热的海鲜更是存在着致癌的危害性 吃不完的剩饭剩菜如何正确处理 尽量减少剩饭剩菜的产生 在点餐或烹饪时 根据需求合理控制食物的量 避免过量煮食 这样可以减少剩饭剩菜的产生 及时冷藏 如果剩饭剩菜无法在短时间内食用完毕 应及时将其放入冰箱冷藏 冷藏可以延缓食物的变质过程 避免细菌滋生 妥善加热 在重新使用剩饭剩菜之前 确保充分加热至适当温度 适当加热可以杀灭潜在的细菌和病原体 减少食物中的风险 制作其他菜肴 将剩饭剩菜用于制作其他菜肴 是一种有效的利用方式 可以将剩饭剩菜作为配料 加入炒饭、炒面、汤或菜肴中 重新加工烹饪 利用微波炉加热食物时 禁止使用这三种容器 第一种是金属容器 微波炉在加热时会产生微波 而金属容器会在微波的作用下产生电流 导致容器发热 甚至引起火灾 第二种是塑料容器 一些塑料容器在高温下会变形或释放有害物质 因此也不应该用来加热食物 第三种是纸质的容器 纸质容器在高温下容易燃烧 因此也不适合用来加热食物 阅毒延伸被烧开过的水 二次加热以后还能够继续喝吗 被烧开过的水 如果保存得当 没有受到二次污染 二次加热后是可以继续饮用的 在第一次烧开的水中 细菌和其他微生物已经被高温杀死 而水中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 也不会因为反复加热而发生变化 但如果保存不当 水受到了灰尘 异物或其他污染物的污染 或者水中出现了致病菌滋生 那么这样的水就不应该再喝了 此外 如果反复加热的水已经放置了很长时间 亚硝酸盐含量可能会增加 虽然日常饮用水中 亚硝酸盐的含量微乎其微 不会引起亚硝酸盐中毒或致癌问题 但长期饮用含有高浓度亚硝酸盐的水 可能会对人体健康产生负面影响 因此 建议尽量避免长时间储存水 并在需要加热时按需加热 接下来